大家好我是米家 近期全球疫情反复无常 特别在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或者暂时都没见到有可以回复正常生活的一天 而游戏界近期都出现了不少风波 例如不同的游戏都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延期 去到我们目睹着新世代主机的诞生 以至到晚中期待的神作续集 寻乐到好像变成过街老鼠一样 同时又将整个传统游戏媒体的公正和应受性拉到水 在这段时间里面 藉着游戏来度过这段保持社交距离日子的我们 可能都小不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游戏对于我们玩家来说是一个什么的存在呢? 而从神作续集不如预期之后 玩家的反应刚刚就说出了 其实我们对游戏的注重 不单只是说它在画面上做得有多好 做得有多漂亮 系统上面设计得有多突破 有多好玩 而是游戏作一个文化媒介 我们是怎样藉着体验内里蕴含的故事 和文化元素 来为我们带来什么的啟发和感悟 而今次我要讲的这款游戏 正正就为近日受炎上问题冲击的Sony独占作品 带来一丝的新气象 这一款游戏 也当我自在Red Dead Redemption 2之后 本来是第二 但变成了最期待的游戏 它就来自Sony旗下游戏工作室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所制作的年度大作 Ghost of Jushima 对马箭鬼 首先要讲明先 如果你进来想看我评论这款游戏的话 就要请你在过几日之后再回来看我下一条片 我将会用前后两集来讲解一下我自己认为你们玩这一只Ghost of Jushima 对马箭鬼的时候可能会想知的历史和文化元素 最后才会对这一只游戏作一个简评 所以今集作为上半部分 我的重点就不会放在评论上面 也不会有什么剧头 我来到的重心就只会放在故事背景上面 敬请大家留意啦 那说回Ghost of Jushima 对马箭鬼这一只游戏 由2017年10月 我们第一次从trailer上面见到这个游戏的面貌开始 其实我已经对这一只游戏充满期待 因为这一只游戏 一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很浓厚的日本文化加武士味道 而且对马箭鬼这一只游戏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里面的故事取材的角度也十分之罕有 制作总部选择以日本历史题材来说 最热门的战国时代 又或者是元平合战时期 反而他们选择了一个非日本人没什么认知的历史事件 第一次元日战争 文永之役 元寇这一段时期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不过我相信普遍的玩家都不会对这一段历史有什么认知的啦 但如果我们要对这一只游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要跳过要去了解这一段日本历史 所以在这一集里面 我就会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究竟这一只游戏本身真实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 因为只有了解了这段时期的历史之后 我们才会对对马箭鬼这个故事 有一种更加深刻的体会 这个也是本身我对这一段历史有一定的认知 再玩这个游戏之后得到的经验之谈 所以在接着来的时间 不如就由我米家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究竟十三世纪末在日本发生的这一场战役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不过在开始之前就先做个宣传先 你现在看着Happy Corner是一个文化评论媒体 主要就是用评论和分析 以不同的方向讲解不同的文化资讯 也会介绍不同的文化知识 所以你们看完之后觉得不错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们和按右边的铃铃铃啦 还有就是follow我们Happy Corner不同平台的社交媒体啦 那在宣传完之后我们就正式开始进入十三世纪末的东亚地区啦 时间回到十三世纪中期 有一个传说继承苍朗和白鹿血统的民族 用了半个世纪 将欧亚大陆上面接近四分三的土地 变成自己民族的领土 而这个民族就是蒙古人啦 他们建立的国度就是蒙古帝国 我们接下来就会称呼它做蒙古联合 虽然经历了后来的黄金家族内战之后 蒙古帝国就是蒙古联合啦 就已经分裂成为元帝国和四大汗国 但当时蒙古人的势力依然都是如日中天 特别是负责莫南汉地事务的忽必烈 就在汉地中原称帝 成立了元帝国 即是接下来我会说的元帝会 在旁边的高丽堂就被蒙古人打到怕 所以他们当时的堂主元忠 就向元帝会会长忽必烈认契帝 做了元帝会的下属组织 不过在这个时候 忽必烈就将他的目光 放在同高丽接连的一个海上国度 日本 即是接下来我会说的日之会 他要求高丽堂就要派试者日之会 表达元帝会想和日之会通好的意思 当时元帝会的蒙古人就认为 日之会和他们攻打南宋联合的往来密切 为了断绝南宋联合的海外盟友 因此元帝会会长忽必烈 透过高丽堂堂主转交了一封国书 向日之会表达善意 当时高丽堂堂主元忠得到会长的命令之后 就立即派出了一个中间人 去和元帝会的信使去找日之会 但到最后的信使是没有去到日之会 两手空空就回到中原 没有完成他的外交使命 见上次没什么料到 元帝会又怎么会松懈呢 他们就继续积极备战 忽必烈会长命令高丽堂 要整一千只战船 和要收一万条鸡 当时忽必烈就认为 他得到南宋联合和日之会有机会会造反 所以他就要做好一切的准备 以防他们联手 今次我们会见到的就是 虽然元帝会台面上就对着日之会笑奇奇 但在台底下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好和日之会辟餐劲 不过有得不用打就当然是最好 元帝会长一直都透过高丽堂派人去日之会做亲善大使 会长又再向高丽堂堂主下令 要他一定要将元帝会的国书送去日之会 这次高丽堂堂主就没办法拒绝了 所以他又再次派了仁培和元帝会的信使去找日之会 1268年的11月 他们又派了第二个使团 一共75个人出发日之会 元帝会的信使在1269年的2月就到了对卖岛 当时元帝会第一代目会长 忽必列写给日之会的信就是这样写的 陈为自古小国之君 景土相接 尚无讲迅修目 放我祖宗 受天明明 甘有俱下 下方意域 为威怀得者 不可释数 朕即位之仓 以高丽无辜之民 九岁封的 即令霸兵还其将域 反其无偽 高丽君臣敢带来朝 疑衰君臣 欢若父子 继皇之君臣亦以知之 高丽朕之东凡也 日本物以高丽 开国以来 亦时通中国 至于朕宫而无一成之事 以通和好 尚恐皇国之之未审 故突显示词书 报告朕至 其自今以往 通文结好 以伤亲目 且圣人以四海为家 不相通好 起一家之理哉 以致用兵 扶属所好 皇旗逃之 自元三年八月日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直以来小邦派的会长帮主 都希望和鄰近的帮会 保持有好的关系 那我们蒙古人就奉天命 成为了地球最强的帮会 无数的爱国二地的帮派 都很想和我们蒙古人做朋友 就好像朕创立了元帝会之后 就已经和高丽堂停了战 令到高丽堂的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而高丽堂的堂主和手下 都对朕心怀感激 所以就归信了我们元帝会 做了我们元帝会的契弟 他们开心得好像子女见到老爸老母一样 而你们日之会就在高丽堂附近 立会之后也派过几次使节去中国 但是自从朕上位之后 你们日之会就没有任何的表示 有见及此 朕就派特使来 和你们单声我们的愿景 希望由今天开始 我们两边可以做朋友 建立友好关系 因为我想大家都不会想派友户屁了 那时 坐进日之会九州分部太宰府的 是时任九州北部朱国守护 九州祖邵义家的第二代当家 邵义智能 邵义智能收到国书之后 就立即将这封国书 送到日之会的真正话事人 联仓祖手上 而元帝会要求和日之会建立的和平关系 这个对于当时的联仓祖来说 其实是一个困局 因为依照元帝会在国书上所说的 看来又不像在恐吓日之会 原因是因为元帝会只是提出了和日之会做朋友 而不是叫日之会做他们的契弟弟 另外 随着元帝会的国书一起奉上的 就是来自高丽堂堂主的信 信里面也有说 他们会长忽必烈的目的 其实只不过是想一显元帝会的声明 而不是想开拖打日之会 不过 一封元帝会的国书 其实都可以当成一封威逼利有的信 所以联仓会的人 一开始就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回覆 而且联仓祖的人 对于帮派外交的处理能力实在有限 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认知 信心和技巧 原因就是在商业往来上面 虽然日之会和南宋联合一直都有联系 但在政治和外交上面 两边的正式外交 自九世纪末之后以来 都是处于中止的状态 以至他们根本评估不到 当时东亚的政治局势 同时 日之会的人对元帝国的印象都不多好 要知道的是 日之会的人得到有关中国的资讯 基本上都是来自南宋联合的商人 又或者是佛教僧侣 很明显我们就会理解到 在这些人心目中 元帝会的人肯定不多会是好相遇的人 那自必然跟他们相熟的日之会的人 就会受这班来自南宋联合的人影响 而同样都会认为 元帝会者一定是侵略者 再加上联仓祖在日之会的体制里面 都不是负责处理外交 因为这封国书的抬头 写的是日之会会长 而不是廉仓祖组长 不过我们从一个位置就会看到 其实到最后都是 由廉仓祖来决定这份国书的处理方式 而他们选择了南提二族不回 当时可以说是如日中天的元帝国 同时他们也是当时日之会会长 后仓俄天皇 做出了藍剔已讀不回的行动之前 廉仓祖就早已经和赞其国的守护 就是赞其组组长 落到命令 里面就说他们最近知道原帝会是想打日资会 所以就希望赞其组组长 快点跟他的男人说 要一起保家为国 因此从时间上我们就会见到 廉仓祖在日资会会长作出行动之前 就已经决定了处理的方式 而日资会会长的行动 也可能是跟着廉仓祖的建议而行 不过在同一时间 高丽堂内部就发生了一场内乱 本身作为的高丽堂堂主袁忠 就被他的手下药头林显废了 果立了安庆功王昌为堂主 视为英宗 问题在于 本身袁忠已经在亲元帝会 不知为什么被人废了 那袁忠会会长忽必烈 就当然会派人去问林显 为什么无故废了袁忠 但林显就说袁忠有病 所以他就想退位给英宗做 虽然林显当忽必烈是傻的妈妈 但忽必烈不是真的傻的妈妈 忽必烈就当然不会相信林显说的 所以他就要求袁忠和英忠一起去大刀看看什么 那林显这件事当然不滞 那不滞的话就只是说给忽必烈 林显就当他傻的妈妈 那忽必烈就当然会开球打到林显傻的妈妈 结果林显一族都被忽必烈盖了旗 袁忠复卫 打破了高丽堂一直以来的无人专政时期 自此高丽堂就完完全全成为了忽必烈手下的傀儡政权 而同时忽必烈也继续努力 想将同日之会这个问题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但就在这个时候 日之会方面就收到一封来自高丽堂的信 这封信里面就说袁忠会已经准备好完全占领高丽堂 下一个就会到日之会了 你自己执生啦 傻的都会猜到 这封信其实很肯定是林显方面派来的通知 藉此来希望日之会可以顶住袁忽的侵略 虽然他们的消息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效果 但日之会又真的听了他们说 在1271年的9月 廉仓组颁布了一道命令 动员了更多武士 去到和高丽堂最接近的地方 九州分布做好防御侵略的准备 不过同一时间 袁忽会的试节就带着他们的国书 去到九州分布太宰府 这份国书重复了之前的几份国书的内容 但今次袁忽会的试节就说 如果日之会在11月之前都不给正式的答复的话 他们就会派战船来日之会 本身日之会那边都打算官方回应袁忽会 不过廉仓组这边就否决了这个决定 直接叫日之会的人继续蓝剔蒙古人 在1272年的5月和1273年的3月 袁忽会也曾经两次要求日之会要回他们 但日之会依然是以读不回 所以袁忽会的试节到最后就回去 跟他们的会长忽必利说 日之会都是没反应 之后其实袁忽会又再找了日之会7次 不过日之会对外强硬的态度早已定下了 所以去到最后袁忽会终于明白到 如果要做到他们想要的外交目标的话 开日之会波就是唯一的方法 1273年 在南宋联合被袁忽会打到快要收皮 高丽堂内乱完全平定之时 忽必利知道已经没什么可以阻止 他去攻打他的下一个目标 日之会 所以在当时袁忽会就已经开始着手 远征打残日之会的计划 在1274年的7月 远征军艦队下海启航 8月 忽必利就任命恩都为征东都元税 红柴忧为右傅税 刘福亨为左傅税 统税蒙古人和女真士兵合共15,000人 再加上高丽将军 金方姓统领的高丽军5,600人 再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 组成合共超过3万人的大军出兵远征日本 在3个月之后 即是同年的10月3日 蒙古军正式启航 从高丽合谱出发 打算在两天之后 就在日本的对马岛登陆 两天之后10月5日的清晨时分 对马岛一片平静 不过忽然之间 对马国府的白凡公神殿突然之间火烛 一时间火势向四周蔓延 令到岛上的居民开始恐慌 究竟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去到下午时 因为这场大火都仍是惊云未定的对马岛居民 在海边远处见到一排巨大的船舰暗影 逐渐逼近 渐渐他们就见到旗上面打着一种 他们都从来没见过的文字 这些船舰到最后在对马岛西岸的 座衰浦靠岸 船上的人一落船 就四周放火杀人抢掠 对马岛的海岸上 充斥着哀豪星和撕杀星 没多久之后 对马国府就收到元帝会入侵的消息 对马岛当时其实就是 九州祖少尔家的地盘 当时第二代当家 少尔之能 就已经想将家督组长这个位置 传位给他的第三子 少尔景芝 少尔景芝同时都成为了对马岛的守护 就是渐渐人 但因为当时少尔景芝 在九州的太宰府坐镇 所以对马岛的房墓 就交给了守护代 就是代任渐渐人 钟祖国全权负责 钟祖国一听到元帝会集网的消息 只是带了他手上的八十几个隐年通事 就是翻译 就立即赶到元帝会的登陆点 钟祖国来到坐须谱 打算叫通事过去问一下元帝会的人想怎样 谁知元帝会的人就立即放箭射他们 由于他们措手不及 需要匆忙应战 再加上寡不敌众 钟祖国和他的儿子 右马次郎 他的养子狸次郎 再加上来自肥厚国的御家人 田井藤三郎等等八十几位全军覆没 而对马都在被元帝会放了一场大火烧了之后 就正式淋陷了在元帝会手上 对马这场战争对于元帝会来说 根本犹如一道前菜一样 所以在搞定了对马岛之后 元帝会休息了没几天 就直接顺势打到对马岛鄰近的一旗岛 10月14日下午 元帝会在一旗岛的西岸登陆 同样地一旗岛的渣戏人都是邵义警知 我刚才也说过他在九州 所以一旗岛同样都有守护代代行职务 而一旗岛的代任渣戏人 就是邵义的一个叫平景龙的家臣 平景龙一听到元帝会登陆 他就直接带着他核下的百多人 立即冲去迎战 这次元帝会就采用了密集战术 和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武器 铁炮来进攻一旗岛 同时当时日之会的武士射术 如果和元帝会的人比 就像我和Rae Allen斗射三分一样 元帝会的人的射术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 都远远超过日之会的人 因此平景龙一败涂地 基本上都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 所以他到最后就只能退守成终 只有那一天 元帝会的人就攻城 平景龙见大势已去 就立即自杀殉国 而同对马的下场一样 一旗岛上血流成河 赌门都被元帝会的人大肆杀略 短短十日 对马一旗两个前线倒序 相继陷落 元帝会过后寸草不生 一片凄凉 而中座国的家臣小太郎 兵卫次郎 和平景龙的手下家臣中三郎 在两地陷落之后 就立即走路去九州博多 将元帝会入侵的消息 布固了在太祖府的幕府镇西奉行所 太祖府就立即向日之会的总部和连仓组 发出了800里快马加急的通报 在知道元帝会来袭之后 日之会总部上上下下 个个都吓到赖屎 面对大敌当前 镇西奉行所立即决定集中人力 将九州所有的武士战力 都集中在他们认为 元帝会最有可能登陆的博多一带 进行防御工作 少儿家这次又猜中了 在几日之后的10月19日 元帝会的船艦在博多湾出现 他们首先在金章一带登陆 一部分的军队先登陆 之后再向东边驶去 在20日的凌晨就在百度奔 行奔 长奔 衰旗奔 双旗奔等地陆续登陆 排列好阵势之后 就开始对日之会的人发动进攻 在这里我们再讲多一点 蒙古人和日本人的战斗先 其实蒙古集日这件事 是用了一种震撼教育的方式 来教识日本人很多东西 一直以来 日本人传统的作战方式叫做一骑打 即是双方进入战斗之后 会首先放出响战 然后自报家门姓名普世 之后就会以武士首领为核心 其手下狼党为协助 双方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施杀 而军团是由一大堆武士组合而成 而每个武士首领和他们所率领的狼党 又同时是单独的作战单位 因此军团中彼此之间 是完全缺乏配合和互相接应 不过蒙古人就不同说法了 他们精战肉血了几十年 一直讲求的都是集团战术 他们首先会用骑兵的机动性 对目标兵团进行包抄合围 彼此之间的配合是十分有teamwork 战术也十分有序 即使是这次远征日本的元军 大多都是蒙古人、女真人、汉人、高丽人 不同的民族组成 但就因为他们有一个严谨的体系 所以整体上元军也可以很顺利地 打出他们的整体战术优势 因此当日本人用暖到七彩的战阵 对上整齐严谨的元军的时候 就好像用一些过时落后的战术 去对抗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结果会有多不堪切想就是人都知道 再加上元军在灭金和南宋的战役中 学会用例如震天雷这类的火器 虽然没有后来的火槍那么大威力 但这些火器发出的巨响 就足以吓到没见过这堆东西的日本武士 那日军这边就自然更加乱了 而当日本武士很单纯地冲进了元军阵地的时候 就发现不知为什么元军会在他们的側面和背后玩起包抄 不用一会就被人包围着 一个个就是这样被人劏了 就是这样 元帝会势如破竹 很快就杀到博多附近的赤板 日之会的人也直接败退 伤亡惨重 看来元帝会就好像在对马一旗二岛 准备得到一场压倒胜胜利 正当元帝会由于压路机一样 只压博多日之会的人的时候 突然之间日之会这边就出现了一对骑兵 在中午的时候博多的赤板战场上 突然之间有230多个武士 骑马直接向前面2千多个人组成的元军军团冲 带领这对骑兵的就是来自九州的武士 九州早射帝头谷慈武房 他带着自己的手下狼挡 好像玩命似杀向元帝会的阵地 元帝会自登陆博多以来 一直都无风无浪 顺风顺水 想不到有个玩命的人 带着一对敢死队冲了出来 所以他们一时之间也陷入了混乱 不过现实就不是打战国无双 谷慈武房的兵力始终有限 他都只是击杀了两个人 而他整班手下大多都是死在元帝会手上 只有他和他为数不多的手下走掉了 不过即使没什么实际效果 谷慈用敢死队的方式阻止了元帝的进击 他的勇武行为也启发了身边的人 特别是他一个同族 一个叫足其贵长的武士 足其家虽然和谷慈家同族 但来到足其贵长这一代 可以说是家道中落 领地越来越少 所以足其贵长就当这次蒙古来集 是一个千转难逢的好机会 去给他争取功绩 一个不过意如果立下什么北势奇功 他就可以重振加星 因此 他就不理他身边只有五六个手下 直接带着这五六个人直冲 那当然对于元帝会来说 足其得那几条粉肠 就如同披乎嵩树 自取灭亡无分别 元帝会就只是送了足其一阵战雨 再赠送一个震天雷 足其就立即堕马 不过跟他一起征战的另一位武士 白色通态就及时赶到 先救回这个送死的傻的妈 虽然这两次奇集都为元帝会带来一些震动 但在战力差距之下 日军依然不够抽 直接败退 而在这个时候 元帝会就已经杀入了伯多了 眼见情势这么危急 廉仓组席是九州组组长 少义景之 就唯有亲自上阵 当然他的出阵 也无法阻止到 洶涌如浪潮的元帝会军 不过他在战斗里面就射出了一箭 刚巧就射中了元帝会军阵里面的其中一个将领 就是元帝会军的左路傅元帅 刘福亨 不过这一箭不但没有射死刘福亨 还为他带来荣耀 但这个就是后话 总之就是 博多很快就失手了 元帝会都依然做回他们会做的事 就是在博多街道上面大肆放火 而日之会的人也因为死伤惨重的关系 他们放弃了博多和湘奇地区 最后撤退到太宰府水城的一个古代要塞 以便可以守住海岸附近的太宰府 而由于已经夜深 元帝会也停止进攻 双方休兵霸战 但好奇怪的是 元帝会的人当时没有在陆上驻军 而是回到船上 第二天一早起床 本身不知怎样面对他们死亡命运的日之会军 望向博多海边就吓得呆了 明明昨天在海岸边还排得密密麻麻的元帝会船船 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海面上就只得了一堆烂木 感觉好像逃过一极的日之会的人 就立即松一口气 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元帝会的人会一夜消失 很多人还以为是神仙显灵打救他们 一夜送了元帝会的人到地獄 当然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神仙显灵打救人 究竟现实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到今时今日都不知道 因为记录文永之夜的史料实在少得可怜 而今时今日最流行也是最传统的说法 很多都是来自 《石清水百繁公灵验试迹的百繁鱼童分》 和《高丽史》 在《高丽史卷28》 《中列王世家》里面就是这样说的 《及暮乃解》 《回夜大风雨》 《战艦足岩崖多败》 《金身溺死》 简单点说的就是 当晚元帝在博多湾的船隻遭遇大风浪 风浪将元帝的船吹到岩崖边撞烂 而这场风浪令元帝损失惨重 所以他们无法指不全帝撤出日本 而这场拯救日本的风暴 就成为了日本一个家传户晓的典故 神风 Kamikaze 不过这种说法其实都不能作准 第一个疑点就是有很多市家都质疑 根据气象学资料显示 在这段时间里面 有真是没什么机会会有台风 那又怎可能会有大风大浪呢 不过同时也有学者反驳就说 根据现有史料和现代气象学的资料 根本无可能准确计得回 几百年前出现的气象状况 所以根本上我们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去证明这场风暴是真实存在过 还是只不过是穿着附回出来 而第二个疑点就是 元帝的行动是不合常理 元帝在博多大败日军的时候 如果要进逼日本本土的话 他们理应应应在博多驻军报阵 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回到船上呢 要知道当时元帝登陆岸边 是需要由大船到小船 挖小船到岸边才能登陆到 那就是说如果元帝第二天又要再重新登陆一次的话 倘若日本人在海边报房的时候 在小船挖岸边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未上岸就已经被日本人当箭把射到猪头 而蒙古仔又不是真的有蒙古症 又怎会那么傻的妈仔呢 如果用这个思路推算下去的话 假设如果元帝要进击日本本土的话 他们就应该要在岸上报阵 但如果他们回船的话 那这个行动是否代表元帝本身都是想着走人呢 那想到这里我们就要想一下 为什么赢到开航的元帝会想着走人呢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想的就是 会不会蒙古人其实都只不过是用杂边战来抢落日本的沿海呢 就好像原始卷208日本传里面就有句这样的记载 东十月入奇国败之而冠军不整 又此尽唯老略四景而归 看回背景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忽必烈还在打南宋的首都林安 此尽一辞就说出了其实元帝没带到很多军事物资 所以唯老略四景而归的意思就即是见好即收了 搞完你一获金之后就会走人 那就看得出元帝的说辞 就说文永之役是一场以骚扰劫略的试探战 不过出动成三万人走到那么远来试探 又好像有些傻的妈仔 但如果此尽这个物资不足就只不过是一个藉口退兵 实际上元帝的内部是出现了问题呢 这个可能性也很高的 因为晶日元帝的总税 印度虽然是蒙古人 但晶日元帝的主力其实不是蒙古人 而是由蒙古征服了的区域 又只是高丽人所组成 本身蒙古征服了他们之后 他们都还未对蒙古人心服口服 再加上远征离乡别井 沿路又要搭船 当时有没有保制远 在风浪颠簸之下 打的有一堆不知什么人 相信元帝的军中 出现严重厌战情绪的机会很高 而同时即使在元帝上层的那帮大佬 都不是意见一致 例如高丽君那边的大佬金方庆 就说应该要乘性进击 但元帝的副司令官 和高丽人的孔茶休 就不同意金方庆的意见 而总遂因都 又不知为何这样说了 一句孙子兵派的小敌之坚 大敌之琴 就说他怕孤军深入 后援不计 所以退兵 因此就算没有神风也好 本身元帝走人基本上已成定局 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因为 神风打残蒙古人呢 或者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大的原因 就因为元帝内部军心不稳 虽然精日元帝的确是因为这场神风 死了三分一人 但是这帮精日元帝的将领 回到他不但没有因为走路的问题而得到责备 忽必烈反而对他们大举进行封赏 就好像很光荣回归 而同时日本这方面又因为击退了蒙古人 自然举国庆河 封赏有军功的武士 两边都觉得他们在对方身上拿到好处 搞到好像两边都打赢了 打仗打得可以win win 双赢都算突破了 不过日本在战役之后 他们照慣例会封赏给有军功的武士 但之前日本打的仗大多数都是本土战争 是本土互相交战 总是可以在对方身上拿到土地 不怕没东西给武士 问题就是这一场仗 说的是抵挡外来的侵略 打赢了你都没有地 那你又怎样可以生到地出来 分配给有军功的武士呢 所以幕府就只不过封赏了 他们选的120多个武士 而实际上打这场仗的武士 就当然不止120多个 而幕府这种口齿薄鼻的做法 就令到大部分武士都很失望 这个也卖下了后来 令到廉仓幕府灭亡的倒幕运动的伏线 而元军撤退 又不等于日本人 可以不用再怕蒙古人的侵袭 所以日本人其实都很醒目 在文永知役之后 廉仓幕府在博多娃海岸 就修建了20公里长的石垒 以阻止元军登陆 而这个就是著名的元寇房垒 同时 不必也没有放弃继续用碎客试者游说日本 也没有放弃的精日大计 特别是元军在1279年头 就修了南宋皮 进占日本 就成为了忽必烈的唯一目标 而且这次蒙古人可以直接用南宋的将领 直接在南宋的故土出兵 不过在这个时候 忽必烈又再派了士致去日本 跟日本人说 如果日本都是不向大元苦手清臣的话 日本就将会遭受和南宋同一样的命运 不过日本的朝廷和幕府的态度 都是依然故我 惨你都傻的嘛 但这次就不止是南剔辣 也直接送了整个大元士团上西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战又再次在所难免了 所以过了两年之后的1281年 蒙古又再次派出了 由印都孔查丘率领 一队由蒙古人 女真人 和涉丹人所组成的东路军 大约19,000人 同时又派出了金方慶做统帅的高丽军 连水手27,000人 再加上泛民府 李廷所率领 由南宋航军所组成的10万盲军 合共15万大军远征日本 这就是第二次元日战争宏安之役的开始 不过我就不说下去了 等下有机会出《Ghost of Jusima 2》 《对马战鬼2》的时候 又或者我开提到日本史的时候就说下去了 好了 说到这里 在说完这款游戏的整个历史背景之后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对这款游戏的了解多了 同时也为大家说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这款游戏不是一款历史游戏 这款游戏只不过是一款以文永之役中对马到的经历 作为历史基础的历史假想游戏 所以里面的角色和细节都是原创成分比较高 例如游戏里面第一幕的《小茂田滩之战》 其实就是以历史上的《座衰普之战》作为蓝本 在历史里面率领80人抗击蒙古人的对马国守护代 中座国就变成了游戏里面的对马国地头 臭大主角景井仁的舅父智川大人 另外就是智川大人新任对马国地头大人一职 被称为对马岛上游戏人 但实际上日本历史里面 守护的权力比地头大 因此我推断在这里 游戏是将守护和地头的概念混为一体 因此当智川大人没在《小田滩滩之战》 即是《座衰普之战》上殉国 由这一刻开始就影响着一种假想历史的方向发展 另一件事就是 上面我都说了 在历史上精日元军的主帅 印度在高丽史上就是弗敦 爆培是转写的拼音就是 混沌 直译上华语其实就是跟游戏里面大魔王合通的名字好似 而游戏里面用风来做指引路的概念 我想也是跟神风的概念有关 这样用风的意义就会十分明显 介于神风者 就是被神风选中消灭蒙古人的小朋友 综合以上的对比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就这样对照历史和游戏的故事 诸如此类的线索其实还有很多 不过为免这么快就剧透了给大家知道 那就唯有等大家打的时候自己发掘 不过有一件事其实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游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材 武士的概念 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推动主角警井人在整个故事里面的动力 也是主角真正在武士和战鬼这两个身份的原因 问题就是 究竟武士这件事又是什么 又是怎样来的呢 廉仓时代对武士的理解 与我们现在现代理解的武士道 又是不是一样的呢 对马战鬼描写的武士概念 又是否超越了原本的时代呢 由于这个是一个需要长讲的题目 所以我会将对武士相关的讨论 回到下一集再和大家探讨 而下一集还会有我对这一只游戏的简单评论 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要留意 这次就先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对这一只Ghost of Tsushima 对马战鬼的故事背景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留个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看完我这条影片之后 当我这条影片做得不错的话 就记得要like、subscribe和share这条影片出去 我是米家,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